好来看一个最新的画面 这是刚刚下午半晚发生在云林虎伟镇 那么一辆休旅车高速的逆向行驶 您看到是沿路插撞车辆最后撞上了 路口停等红灯的公车 我们接下来透过监视器的画面 看到这休旅车完全没有刹车 直接撞上了这公车的车头 而在撞上公车之前呢 他沿路插撞了八辆汽车 这沿途被撞到的车子都烂掉了 那么最后自己他的车头也同样的撞得一塌糊涂 在过程当中波及到了路人 以及一男一女受困车内 因为车子都被撞歪了 那么这个受困的民众现在在加护病房治疗 有生命的危险 至于这部车为什么高速而且逆向肇事 警方根据监视画面正在调查车祸的原因